如果各位能够继续看见福音的门打开 蒙恩的人 神的子民一直与各位为中心这样来相聚的话 这个表示说各位已经掌握了圣灵的一个奥秘 那个圣灵感动你 然后呢 祂动功 然后祂感动你的时候呢 你怎么说出这个福音做见证也动人的心 然后叫祂的生命被主吸引的那个秘诀你已经得着了 各位福音的门打开呢 不是有一次忽然间巧合遇到人带来教会 当然这样也有 但是呢 这个是持续性的东西来的 持续性 然后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 无论是怎样的人呢 就算他的生命是还很刚硬的状态 也能够动他的心 能够叫他对基督教有一个好奇 有一个被吸引的心 那就是说你已经很清楚圣灵的动功了 不管是跟家人讲 有家人的时间表 用你的角色来讲 朋友讲 或者你第一次见到的人讲 你都能够掌握得到 各位 我要各位真的经历这个奥秘 就好像各位 如果一部车子 一部车子 如果各位这死的性能 你已经掌握到 这个是能够怎么 死的性能你修理一下 你怎么能够把它变活 对不对 如果你已经掌握到这个奥秘 那怎么的破烂的车子给你的话 你是能够掌握得到的 那个原理一样 然后那个sense是一样 你知道哪里着手 对不对 各种的车子你都会掌握 那现在人的心灵的东西 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人如果不是猴子的话 是真的有灵魂的 灵魂是怎样的 灵魂就是有情感 有意志的人对不对 有理智的人他是怎样的 那人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一样 就是肉体上遇到的问题 那你怎么碰他们的生命 所以各位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 圣灵的这方面的秘诀 那个t你掌握得到的话 你有福音的门不是一次打开 继续打开的 那各位你要掌握这个圣灵的奥秘 那各位 各位会发现 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有程序 有根有基的各位要认识 圣灵的工作 首先各位要知道 最重要的是 圣灵的工作是 有坚决到底的 determined persistent 他比你的意志坚强 圣灵不但是全能的 他的坚决 他的意志坚强到底 所以很多时候 主要我不能我会心了 我已经give up 放弃了 圣灵没有放弃 你一直看自己的游线 我要跟外邦人传福音很难 我有胆怯 或者我有失败过 我有挫折过 所以有挫折感 失败感 恐惧感 各位 其实呢 你以为你的感受就是圣灵 其实不是 你要知道 在这个时候呢 主是把你带到 你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 把你带到尽头 然后你知道 其实圣灵的力量比你强 所以你要看的 其实当你不能的时候 不是你要用力 打起勇气 而要坚强自己 人是不能做到 反而那个时候呢 你全然不能的时候 你看 你领受 神的意志比你坚强 神坚决到底的事 那他坚决什么事情呢 第一 各位注意听 上帝呢 应许圣灵了 他坚决施行救恩 各位记住这句话 他是施行救恩的 如果不是他先动人的心 他不软化人的心 没有一个人 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没有一个能够 渴慕永恒的事 所以坚决的施行救恩 那第二呢 那他施行救恩的时候呢 各位注意听 圣灵是一定 他要拯救人的生命 医治人的生命 一定是接着你 我的条件 一切的预见 一切的背景 过去 我们所有所有的条件里面 来做的 各位理解吗 虽然是超自然的工作 但是透过人的生命 透过信他自人的生命 来做出来的 所以各位不要自卑 各位要 各位我们刚才请 各位要看到 神多么看重各位的生命 对不对 亚哥啊 以色列啊 你们不要看晓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虫 对不对 耶和华上帝 透过你们 把他的儿女 从西方啦 东方啦 狙击回来 透过你们 甚至你们的软弱 你们的失败 你们还在苦难当中的 那个事情里面 上帝使用的 圣灵是很坚决地这样用 坚决地 然后注意听 弟兄姐妹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 他不会一次做而已 如果你慢慢掌握到那个 那个奥秘了 对 我是软弱 但是神是全能 他用我做 对不对 用我的软弱 来安慰更软弱的人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个奥秘 你能够连接起来 你生命里面 遇到的很多的问题 能够连接于福音 来看见 叫福音兴旺 那圣灵坚决地 必定透过你的生命呢 不会一次打开福音的门 他继续会打开福音的门 他会让你看到地极 他会让你看见 你的生命的见证 绝对会荣耀他 你会得时不得时传福音 各位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说牧师这些事情不发生啊 这不发生在我生命 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发生 其实圣灵是正在做的 很快速地前进 他用你的 他在你的苦难里面 有计划的 但是你看自己 毁行失败 我做不到 然后自责自卑 所以你停着 圣灵是前面走的 感谢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